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美墨的双边的贸易协定 把加拿大剔除在外 所以双边贸易谈判 基本上已经改写了美国贸易外交的历史 您同意吗 部分的同意吧 第一 北美自由贸易权协定 当然是在美国90年代的时候签订的 所谓既然是北美 它当然不是美国跟墨西哥双边的单边的协定 还包括了美国一个重要的贸易伙伴 叫做加拿大 加拿大事实上跟美国的贸易也非常大 美国也向加拿大出口非常多的产品 当然加拿大也是一样 所以事实上这一次的国会 对于特朗普进行的这种谈判 事实上他是授权 他进行对北美自由贸易圈协定基础之上 那么做这个upgrade或者是做更改 那么假设您刚才讲的是真实的 就是说最终变成了美国跟墨西哥 后来加拿大被踢出去了 那当然现在跟加拿大谈判还在进行之中 本来是说上周五要有结论 但是现在看起来还没有 那么假设变成了个美墨双边协定的话 那特朗普的这个政权是否有这样的国会的授权 那么国会最后会不会牵涉出来一系列的这些法律的问题 我觉得这都是需要观察的 因为这个他有一个这个要知会国会 有一个90天的这样的一个规定 那大家可能也了解 那么等到这个90天的规定到期的时候 可能美国已经变成新一届的这个国会都有可能 所以虽然现在看起来 我觉得特朗普当然还是受到了一定的鼓舞 原来就是大家都说 OK你这个撕毁这个协定 你恐怕就麻烦了 但是现在看起来至少就是美国跟墨西哥 那么似乎是达成了一个协定 那么看起来应该 如果不出意外的话 应该问题不是很大 跟加拿大怎么样 现在看起来跟加拿大也有这个希望 那么再加上前一段时间 美国跟这个欧盟达成 虽然不是协定 但是达成了一个谅解备忘录 也就是最终美国跟欧盟之间 给人也看到了一线的曙光 那么似乎感觉就是在这个部分 目前的这个进展 似乎大家有一部分人会 就是尤其是支持特朗普的人 会觉得说看起来 他这个所谓的贸易战 所谓这个关税战 似乎给别的国家带来了很大的压力 那么别的国家也许 在某些条件下愿意跟这个美国签所谓的这个城下之盟 假设这样的话 那么我觉得未来 那么当然对这个美国跟其他国家的谈判 当然是使到美国处在相对比较强势的地位 尤其是跟这个中国的谈判 因为很多的至少特朗普觉得 你看我跟他们一说高关税 他们就怕了吧 那证明他们确实还是需要更多的access 对于这个美国的市场 那这种这个国际间的贸易 是否能够用跟墨西哥来去这个货 这个类比三加 那么比美国跟中国或者跟欧盟 那我觉得当然是情况是非常大的 这个不一样 不过就是至少跟美墨达成的这个协议本身 那当然对特朗普我觉得是有一定加分作用的 那我不懂的是这个墨西哥 为什么这么容易的就服软呢 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们以前谈过很多次 这个国际间的贸易啊 谁这个有话语权 那么还是取决于就是自己的这个市场 有多大的话语权 那么毫无疑问就是美国第一呢 对这个美国的市场有巨大的这个依赖 我想我们打开每天的这个家里面的这个 这个冰箱 这个去超市等等 大量的农产品是这个来自于这个墨西哥的 那么墨西哥的经济很大的一块是非常依赖 这个美国的 当然这个美国对墨西哥也有这个出口的需求 也有依赖 相比较而言在这个部分 可能这双方的谈判的砝码 毕竟是不一样的 所以处在这个谈判的这个有利的地位 也不会太一样 因此墨西哥 我觉得就是从特朗普的角度 为什么他要撕毁 比如说甚至是威胁要撤出这个WTO 他觉得就是美国这样一个国家 那么纠缠在 例如像北美自由贸易决定三个国家 例如说 以前的奥巴马推动的所谓的TPP 二三十个国家 或者是跟欧盟 或者WTO可能都要上百个国家 他觉得这个 把美国的利益纠缠在这么多国家里面 一揽子的进行谈判 他认为是不利的 他反而认为就是各个击破式的谈判 那么对美国来说 可能相对会更有利 那么假设未来的这几个谈判 比如说跟加拿大 跟墨西哥 跟欧盟 如果都比较顺的话 我觉得确实从客观上 就是我觉得我们确实 还是要有这样的一个警惕 就是美国最终 是不是要彻底的 这个退出WTO 或者是说 要以美国的这个 这个很大话语权的基础上 改革现行的WTO的机制 那这个我觉得大家都是 都应该是现在就开始要 做这个未雨绸缪的准备 但是一直以来贸易谈判 都不是那种所谓的零和游戏 一定应该是我让一点 你让一点 然后大家达到一个compromise 对不对 但是现在特朗普的贸易谈判的技巧 就是说 要么我赢者全拿 对 然后要不然我就不跟你谈 那在这种情况之下 您会损害到美国跟盟国之间的 外交关系吗 不是吗 我觉得这个就是美国跟 尤其是欧洲 这个欧盟的关系 其实在它上台以后 已经受到了这个重大的这个影响 但是毕竟就是欧盟 跟美国情况不太一样 就是这个美国的产品 我觉得平心而论 进入欧盟的关税 那么是要高于普遍的 是要高于欧盟的产品 尤其比如说来自于德国 法国的产品进入美国的 这样的一个关税 所以在确实就是就贸易 论贸易的话 那当然欧盟可能还是 这个对美国的市场的依赖 会比较大 原因就是美国的关税 相对比较低 然后美国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面 确实接受 就是欧盟对于美国产品进入欧盟 我相信大家都了解 就是在欧洲 你要看大量的美国的车 汽车等等 确实是不多的 相反的来说 我觉得我们大家可以看看 我们周围的这个欧洲的车 还是非常多 那当然仅仅是一个部分 所以尽管特朗普一直在讲 就是贸易归贸易 政治归政治 但是事实上我觉得 这个欧盟国家 对于特朗普的信心 确实下降了很多 好就好在呢 就是二战以后 那么美国跟欧盟之间 有很多机制性的这个体系 这些组织 例如像这个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啊 等等 所以这些机制性的组织 它可能不会因为领导人的更迭 而发生重大的改变 那个会非常大 但是事实上就是欧盟 对特朗普这个政府的信心 确实是受到很大影响的 那再回到这个美国跟加拿大 本来是上礼拜五要谈嘛 对不对 结果当然没有谈成 最主要原因是因为这个 诺农这个方面的产品 农产品 这个美国坚持一定要加拿大开放 但是呢 加拿大当然有加拿大立场 那这个虽然没有谈成 可是特朗普说下礼拜肯定会有眉目 可是呢 在这个特朗普讲 放这番话之前呢 加拿大人已经大举的在这个抵制美国货 所以呢 我想请张老师跟我们分析一下 那如果下礼拜美国跟加拿大真的有谈这个 谈成这个双边贸易的话 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局面呢 我觉得可能 我首先怎么谈成我当然不知道 就是基本上很长一段时间 这个加拿大人跟美国人的这个关系 不论是国民之间的关系 还是这个政府间的关系是非常好的 很多加拿大人他基本上已经认为 他除了这个政府的机制不是美国以外 其他基本上都跟美国是一样的 我想我们去过加拿大 也都非常了解 尤其是加拿大这个 这个离着美国边境的这个长长的这个边境线 那几乎可以说是经常的来来往往 所以当特朗普上台的时候 他把这个对加拿大的关税 尤其是来自于加拿大的这个钢铁 那么征收很大的关税 并且把它上升到 就是说加拿大钢铁对美国的大量的这种 用他的话说就是倾销式的这种出口 那么影响到美国的国家安全 所以这样当然确实在加拿大引起了 这个很大的这个打引号的名分 这个不但是政客 那包括加拿大普通民众都觉得非常 当然现在加拿大的普遍的这个民众 可能这个思想上比较轻 这个自由派的也比较多一点 对特朗普的这种比较极右的这种思潮 当然也都是不喜欢的 不过平行而论就是 我觉得加拿大毕竟跟美国 第一他的人口 第二他的这个经济的这个体量 跟美国来比的话 那他当然对美国的依赖程度 这个还是跟墨西哥多少有一些相似 对美国的市场的依赖程度非常高 尤其是加拿大的 您刚才提到的这个这个这个乳制品 奶制品这个部分 那对美国的出口 是是是加拿大恐怕这个 在这个农业产品出口里面 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 首先这个因为乳制品 它本身它就有一个新鲜度的这个这个问题 从加拿大过来 那肯定是要比从南非过来 比如从巴西过来 要容易的多成本也会低很多 那么如果这个按照特朗普的说法 就是先要从这个乳制品 从这个钢铁的产品开始的话 那当然潜在着对加拿大的经济的打击也会非常大 所以我分析就是虽然当然我也目前就是周五并没有达成协议 但是我觉得最终可能美国跟加拿大达成协议的这个可能性还是比较大 上个礼拜我也跟这个美国众议院就是共和党的这个多数党领袖 凯文克尔西有一个电话会 电话会里面他也提到他个人 当然我相信他得到的信息跟我们不一样了 他觉得就是美国在近期那个时候跟加拿大还没有 跟这个墨西哥还没有达成协议 但是他认为跟墨西哥达成协议的可能性非常大 同时他也认为跟这个加拿大达成这个最终的贸易 就是修改这个双边贸易协定的可能性 三边贸易非常大 所以我觉得现在看起来美国跟加拿大 虽然这个民族的情绪都非常高 但是可能达成的达成可能性还是存在的 你始终不知道我多不愿微笑 怎努力去寻找你和我的城堡 这次加拿大为什么敌死不从 跟这个要跟美国还有墨西哥一起签 这个所谓的新的贸易协定 最主要原因是有卡在几个观点上 像这个所谓的第十九章的这个 这个反请销反补贴案 这样这个墨西哥已经同意了 事实上在美末的贸易协定面已经曝光了 可是加拿大就是死都不愿意 为什么这个第十九章对加拿大来说这么重要 因为这个虽然也有人很多人批评这个特朗普 说你天天发动贸易战 发动这个关税战 你最终他一直宣称他最终追求的 是真正意义上的free trade 也就是说没有任何的这个贸易的壁垒关税 他说我是要用高关税来达成最终的零关税 但事实上就是从美国的角度 加拿大也是如此就是从美国角度达成零关税也是非常困难的 这个我认为从从 从统计学上可能性有 但是从现实层面是非常难 原因就是美国其实跟加拿大也有同样的问题 跟墨西哥有同样的问题 就是关于这对农产品 对农业的补贴的部分 美国从上世纪30年代开始就有大量的对农民的补贴 我们上我记得我们一个月前做节目的时候我们也提到 就是由于这个美国跟中国的贸易战开始了 那么美国现在已经开始要对这些农民做进一步的补贴 因为担心中国的这个报复措施 反过来加拿大的情况也是一样 加拿大的这个农业的产品 尤其它乳制品的出口 它是自己国家跟墨西哥一样是非常重要的 这样一块 那么究竟最终谈成什么样我并不知道 但是看起来就是这个农产品 就在北美自由贸易圈里面 美国 加拿大和墨西哥 其实他们各自都有各自的问题 我觉得如果单方面的让任何一个国家放弃 那么另外两个国家继续有 我觉得这个比较难 但是不这样做的话又怎么办 因为这个我刚才提到这些很多的奶制品乳制品 它长期的形成的这个价值链 形成的这个这个货物链 那你说短时间内让加拿大的这些 这些乳制品的这些生产农民们去找新的 比如说到中国去或者怎么样 那不是一天可以解决的事 所以短期内我觉得非常不容易 因此这块卡住我觉得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我觉得应该是最最困难的一个部分 但是有个部分我很不能理解 就是我们的总统到底懂不懂贸易 懂不懂关税 因为他现在死咬着加拿大说 什么美国跟加拿大之间是有逆查 然后加拿大的总理特鲁多说 那我们没有逆查 所以我只好来请教对经济学有研究的张老师 美国跟加拿大之间到底是逆查还是顺查 如果你去看官方的数字 那当然就是美国向加拿大的出口的产品 那么是多于加拿大向美国出口的产品 所以这一块我觉得官方的数字 双方都match的 这倒没什么 但是如果仅仅是看 就是按照特朗普 当然特朗普现在各种说法 也有人说他当时跟特鲁多谈的时候 他自己心里也不知道 他就这么说了 不过后来确实也有所谓的有识之士 或者叫好识之途 那么说呢 就是在这个部分 这整体也许是这样 但是如果你去看个体 就是特朗普准备征税 征tariff的这个钢铁的部分 还有这个农产品 尤其是乳制品的部分 那确实加拿大是 是享受的所谓的顺差的 那么从这个部分来说 那这个特朗普觉得 那这块我们至少还有谈判的空间 但是整体来说 就是一般的人都 这官方数字放的 就是美国整体上 当然是享受着 这个一些的这个顺差的 OK 但是现在有很多经济学家讲说 其实两国之间的贸易关系 如果完全是顺差的话 那根本不是一件好事 还有就是今天出现 这些逆差的现象 有时候其实跟关税的条件 不是能够划等号 是跟国民的储蓄的习惯有关系 像美国人 他的储蓄只有5% 然后呢 欧洲跟其他包括加拿大 他们储蓄率相对的比美国高 所以你就等于是他们那边的人 他没有习惯大手大脚花钱 所以才会造成说 现在所谓的这个逆差的情况出现 所以我觉得有很多原因造成 所谓的特朗普口中的逆差 但是你不是说提高关税就能够解决这个问题 当然这是肯定的 这个关税如果能就是用提高关税 就把所有的贸易的问题解决了 我觉得那未免也太天真了 可是他现在就是这样做 是啊 所以究竟也许他真的是能看到一些 我们看不到东西也不一定 但是基本上就是这个 从美国现在自己的这个出口商 或者是美国的进口商 比如说大概十天前在华盛顿 你知道美国贸易谈判代表办公室 在华盛顿有个工厅会 工厅会这个本来说开三天 后来这个美国来的 这个要呼吁的这些这些厂商 这些农产品的这个farmers 实在太多被迫延到一个礼拜 每个人就也有人说戏称 变成了这个赞美中国产品的这个赞美会 原因就是说OK 你看你这么高的关税 中国的产品 比如说中国做的这些皮衣啊 什么就是那种廉价的那些皮箱啊 他说你就算给他争再多的关税 他不进来了 那我们也得去买 因为我们没有这个 比如说做假发的商人也来 中国的假发做的这么好 你现在这么多关税 那我们现在进不来 我们自己做那也来不及啊 所以他整个就在过去的几十年当中 这个世界的产品的供应链和产业链 发生了变化 那是不是只要是贸易的赤字 就一定对一个国家不利 我觉得这个当然未免就是比较天真的分析 不过呢也有很多人会认为 就是特朗普他今天用的这个高关税 它呢是一个手段 它不是一个一个目的 所谓目的就是假设这个通过高关税 变成我们达成就是大家不贸易了 那这是目的 但是如果说通过高关税达成 有利于美国的贸易 那么也就是说高关税作为一个leverage 作为一个手段 那也许还有它的一定的道理 所以这个我想 可是我怎么看到不知道它怎么样能够有利于美国 你刚刚说做这个皮衣做这个假发 它因为关税太高不进来了 或者是说好 它就咬着牙 它一定要美国这个市场它进来了 结果呢 它的假发 它的皮衣一定价格上 上扬之后倒霉是谁 倒霉是我们在美国当地消费的人 更不用说那个美国像每年中国出口的大豆 上千亿的大豆等等 所以说我刚才讲的意思是什么 他就是他说我这个高关税 这我猜啊 高关税呢 他是说我是希望让中国 或让墨西哥加拿大感受到压力 同这样呢 他会愿意跟我谈判 谈判的时候 他就谈一些我希望得到的东西 比如说这个 大概也是在十天两周前 这样子就是中国的商务部的 一个姓王的副部长到美国 又进行了一轮的这个谈判 那么华尔街日报的消息 就是这个谈判 基本上就是美方开出个清单 这个清单里面 确实没有让中国不要生产假发 不要出口这个皮衣了 而是说呢 就是这个把它基本上分成三大块 大概一个40%左右 那么中方说我们立刻就可以接受 就是要进一步增加 对美国产品的这个购买 中方这个过去一直都这么做 多买一点 无非是早买一点 中方可以做 那么还剩下一个 大概有个20% 30%这样的东西 中方说我们经过一段时间 也可以做 比如说这个对中国的这个市场的开放 不要这个强迫美国的企业 向中方转让知识产权 尤其是这个金融产品 比如说银行业的开放 保险业的开放 中方是也可以考虑 但还有一部分就是互联网的开放 比如说像谷歌 比如说像Facebook 这个部分中方是说 我们完全没办法 没有办法配合 所以可能特朗普 也有人这么说了 就是说认为特朗普的高关税 不是要让中国把这个 把这个这个皮衣或者是假发的价格降下来 而是希望通过这样的高关税 认为说你依赖这方面出口 这是也许是你的痛点 那么同时呢 我就希望说我们在别的地方 能够给美国得到更多的好处 其实可能还是要让美国的 这个对于中国市场的准入 那么获得更多的好处 这可能也是他谈判的方向之一 当然这是华尔街日报一家的报道就是 那有可能他根本不懂这个贸易跟谈判 是 好那我们来谈一下这个 上个礼拜在美国一个很重要的人物去世 那就是参议员John McCann 麦凯恩 那么当然很多人在推特啊 在Facebook上面表示对他哀悼 这个部分我们就不用再多说了 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倒是想聊一下就是 当年这个由麦凯恩清点的这个裴林 然后跟他一起搭档竞选美国总统副总统 这一次呢这个麦凯恩的遗伤竟然拒绝裴林来参加 麦凯恩的葬礼 因为他认为麦凯恩当年点名他 跟他做这个搭配竞选副手 是一个他人生的一个耻辱就对了 那可是我觉得麦凯恩的耻辱 其实不只是这一点啊 他的耻辱是当年你记不记得有一个那个 激庭 Kitting 5 对Kitting 5 这个事情到后来也是不了了之啊 这个才是麦凯恩真正的人生的污点不是吗 哦呀 我相信这个很多人 包括这个像那个William Cohen 就是原来一起参议员后来做克林顿 就是共和党人做了克林顿的这个国防部长的 那么他们是好朋友 他就说了 他说我个人看法 他说我认为麦凯恩对于Kitting 5 就是那个当时的这个saving and loan的这个scandal 他说给这个麦凯恩一生带来的这种伤害 那么这个麦凯恩一生都是觉得自己是一个honorable man 他有很大的integrity 他也完全拒绝说他卷入到Kitting 5的scandal里面 但是他说那一场的伤害 他认为比在这个关在河内的希尔顿 他可能对他的 当然那是对他身体上有很大的伤害 他觉得这个会更重 就是他这个麦凯恩他一生确实也犯过很多错误 自己他也承认 不过呢他这个他我觉得他的人生很多现在这个赞扬他人 就认为他愿意面对自己的这个错误 比如说对这个南方州的那个所谓的这个confederate的这个flag的表态啊 比如等等 他都一直觉得说他意识到了 他就很快他能够找到自我 然后就能面对这个问题 这也就是很多人所比较尊敬他的 比如说他也不是一个特别的partisan的人 就是觉得比如说这个这个奥巴马care他虽然说就是因为他这一票就胎死在这个 呃 才是你来的当然很多共和党的人批评他 而你又没发现这一次虽然很多共和党的人赞美他 但是要更多的可能还是来自于民主党的人赞美他 快乐走得太骄傲 不痛不痒 怎个的表情只能骨骚表象 天知道